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明的一位长辈 他开明到什么程度呢 举个例子 他给道士说 要给宝玉说一门亲 条件是什么呢 不需要你的这个门当户队 不需要你的家底的丰厚 他就看中你是不是好人家的孩子 你是不是心地纯洁善良 性情好 他看中的是这个 所以可见了 贾母他不是一个 就是过去咱们认为 封建老家长那种 还要门当户队 要自然要纳 然后去压迫 去约束他这些青年的这些 自自尊尊 他不是 他非常的开明 他无论对宝玉也好 还是对大观园里面 所有这些个女孩子也好 他都非常的开明 包括他对黛玉宠爱有加 而且黛玉因为 他自己的身世原因 他的性格的一些原因 他可能在有些时候 说话呀 言谈举止呀 容易让人觉得不舒服 这些贾母都没有苛责过 所以他非常的开明 所以他非常的开明